田辣河跨越人一路和西一路的银蛇橋 车辆频繁 有的民众上桥之后要直走 有的要转弯 不过对于单一车道设计 让民众很困扰 整个车道都是车 那我们右转就被逼到田辣这边来 然后这边 你一线到停两台车并排就被开花单 七龙跨越田辣河的银蛇橋是单一车道 右边是红线 因为附近车流量大 上桥的车辆多 加上路幅相当宽 足够两辆车并行 有许多驾驶习惯并排上桥 却赤上红丹 融车辆不够 你看过今天就违规 这样就违规 它造成陷阱 这个一车道那边过来就是违规 因为没办法 这边又要左转过来 然后这边立正从这边站车道 那边没位置走一定走那边 所以那边车道不够 的确往这个16路方向的话 是可以容纳 这个两个车的这个空间 这样的宽度 所以四六号也是希望说 是不是第一个 就是让民众不要因为这样子 而触把被开竿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初衷 因为这个地方的话 人家真的是不得已 也就只有往前挤 那第三个来说的话 就是有关于说 16路我们移蛇桥上的 对向车道的话 这个部分的话 当然我们也是希望说 如果整个桥面的宽度勾的话 双向车道变成混合车道 或者乃至于说 双向变成两线 司议员韩世玉希望改为两车道 但张处认为周边行车动线不容易规划 应该说目前的不管是哪一种措施 都会有一些利弊 那也要就是影响旁边连锁的部分 也要地方或是两个方向的这个住户 也要愿意接受 或者是说从最根本的问题去解决 就是去桥面看能不能再让它拓宽 去坐到两边都可以两个车道 这样两边的住户都可以处于一个平等的状态 基隆因为受限地形 早期许多路段都是规划单向道 行车方向都是先考量 行车秩序顺畅为优先 司议员韩世玉建议交通处 可以改为混合车道 避免驾驶人误踩陷阱 遭到有心人检举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